然後幫自己做一個好的午餐或晚餐 給自己的一個家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給自己吃多好 我的朋友 穿義騎的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各位早安 我是楊師Ricky 現在防疫期間全部的人都待在家裡 我相信各位一定很常點 UberIn 福片檔 都是點外送再吃 我當然比較推薦大家 可以在家自己煮這樣是最好的 我幾乎這兩個禮拜幾乎每天都自己煮 但今天想體驗一下各位 點外送的一個生活 所以今天我想以營養師的身分來去點外送 我在點外送的時候呢 我會去注意什麼 那在減脂期間我會去怎麼點 大家可以去學習我在點的過程當中呢 我是用什麼樣的原則 以及什麼樣的方法去點的 那Ricky你有辦法一天三餐只用500塊 這我不太敢保證 但我會盡量 為什麼不敢保證 因為外送第一它費用比較高 第二是你想要選擇比較健康的食材的話 它的費用也會再更高一些些 我盡量去達成好不好 我們一陣目標去嘗試看看 好 那我先來點早餐 好的 選點就是一般的早餐店 它有很多的選擇 有吐司啊 拼盤啊 它那個鐵板麵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鐵板麵千萬不要選 因為都是大量的電粉跟油脂 它蛋白材料非常非常的少 你早餐吃這個低 很快就容易餓了 因為血糖的反應的關係 再來是 它這個電粉量這麼的高 熱量也是蠻高的 因為它涵蓋的就直接蠻多的 所以我建議點鐵板麵 那吐司啊 漢堡啊 都可以 但我個人早餐都是吃不多的 所以我會點早餐店的蛋餅系列 那像是我們如果點漢堡啊 吐司啊 盡量不要點炸物 也不要點加工品的 所以我們可以點像是烤的啊 滷的啊 煎的啊 這都是可接受的範圍啦 你可看過早餐店有滷的嗎 還有滷的嗎 好像沒有 哈哈哈 那我們就盡量點煎的 烤的好不好 像是燻雞啊 或者是漢堡排 都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那蛋餅的話呢 我會選擇鮪魚蛋餅 那蛋餅這邊它有說 我要不要換成河粉 那如果你今天喜歡吃河粉的話 我覺得你是可以換的 因為它兩個電粉量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它只是種類的選擇是不同的 那以營養產品來講其實大同效應 我覺得它差異沒有很大 但我不會加河粉 因為要加10塊錢 我只有500塊的預算 那我會選起司 因為起司是乳製品的一種 它對於我們在補充一整天的鈣質啊 蛋白質含量是不錯的選擇 那飲料呢 絕對不可以點早餐點奶茶 人家說什麼 可以幫助那個上廁所啦 肚子拉一拉 排泄掉 哇 吃壞肚子還以為你在清腸胃 你真的要去清腸胃 你要想辦法解決你的數變 而且這個方法也不是這樣子去做的 那如果怎麼解決這個 善食補充那你排便順暢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影片 我看到驕傲 如果不想選豆漿的話 你有兩個選擇 黑咖啡跟鮮奶茶 鮮奶茶是可接受範圍 鮮奶茶就是無糖紅茶加鮮奶 我都會先問老闆 如果沒有糖我就會點鮮奶茶 但是我不能確定 所以我直接點豆漿 無糖冰的加大 為什麼要加大 蛋白菜這樣多一點 然後我說我可以再合併一個餐點 我會想再點一個 好不好 好的 我們早餐點完畢了 多少錢 一共105塊 好的 準備吃早餐咯 我的外上來了 剛剛已經全面消毒完畢 一杯的豆漿 好不好 還有我第一瓶 蛋餅 就是我的早餐 一般人呢 一開始在喝豆漿的時候 都喜歡喝有糖 我以前都超愛喝有糖的豆漿 就是我會覺得說 豆漿無糖半糖怎麼喝 絕對要全糖的 但到現在我會覺得說 豆漿怎麼喝有糖的呢 無糖的豆漿味道其實是最好的 你喜歡喝的有糖的豆漿 其實是喜歡的那個糖而已 完食 這樣差不多 我覺得大概八分飽左右 還OK 豆漿記得加大 不然就絕對講一把 瑞希 訂便當啦 午餐 可以喔 我們剛剛用Uber in嘛 那我們這次來用 Foo Panda好了 吃個便當好了 嗯 最近我有吃一家便當我超喜歡的 他們家叫做 兩色漢 他們家的排骨便當很厲害 之前呢 我都會去點他們家的便當 就算我要控制以前 還是會點他們家的 他們家的 玫瑰油雞飯 我們只要把皮也去掉 其實在減脂期間都是可接受的 不要嫌點什麼 紅糟肉啦 或者是什麼排骨 尤其排骨這個選項 是大家最容易去忽略他 大家想說 欸 排骨 那我選乳排骨是不是好了 其實乳排骨 它是炸過奶茶去乳 所以 它其實都已經有炸過 所以我們才不建議說 點排骨這個選項 那我們來點個 玫瑰油雞飯 湯呢? 好 如果湯的話 你會想點什麼 其實有幾個選項啦 它的蘿蔔排骨湯 跟味噌湯 都是可接受的 因為蘿蔔排骨 其實蔬菜是無任何熱量 然後再來是用排骨 排骨 它的骨頭占大多數 它的肉只有一點點 所以也沒什麼熱量 那味噌湯呢 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其實你在減脂的時候 很推薦你喝味噌湯 還可以補那個蛋白質 那因為我這一餐的 目前花費是155塊 我覺得與其點湯 我比較想要再補一個 我想要點皮蛋嫩豆腐 告訴大家這一個 毒物人的小蜜招 假設我們出去吃外食 吃那種小吃店 點皮蛋豆腐 是最棒的選擇 因為它可以 讀你的蛋白質含量 而且外面也很常 可以買得到 絕對不會點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打算把我15塊 拿去點這個 如果你想要減脂 或者是你有在訓練 蛋白質建議 都吃到體重1.6倍以上 是最好的 第一是你的 保住感比較足夠 第二點是你的 肌肉比較更好去維持它 在減脂期間更是如此 所以蛋白質含量 真的很重要啦 好 點餐 不用餐具 對不對 那我們就點下中餐見 來來來 好 我們的雞腿便當來啦 它便當長這個樣子 非常的香 建議大家吃這種便當的時候 可以去皮 鐵牛曾經說過 我中間有一陣子是把雞皮拉掉的那種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很不對 你不尊重這個炸雞 不過這不是炸雞 所以沒關係 完食 吃完了 加了皮蛋豆 真的保住感 太足夠了 楊澀漢的這個乳雞腿 我真的蠻推的 他們家的東西真的好吃 然後你下來繼續去工作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就等等見 我們可以吃晚餐囉 點餐點餐 好 這個看起來蠻厲害的 4.7顆星 超味覺 麻辣燙 我們點滷味有幾個重點 就是 加工品越少越好 以我們的 青菜跟蛋白質為主 好 那如果你可能真的是想要吃飽一點 有一個選項是非常好 像是 蒸煮麵 因為蒸煮麵其實它不是炸的 所以它的熱量相對比較低 那冬粉呢 冬粉不是通常蠻推薦的 冬粉的話其實熱量也都是差不多 其實不高 但冬粉有另外一個問題 它太會吸汁了 它把整個瘦子都吸得滿滿滿 那麻辣壓血的壓血算是加工品嗎 其實它算加工品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壓血我就會點 那如果是麻辣壓血我就不會點 因為壓血也是算蛋白質的一種 但是因為壓血它麻辣上去 它你知道多了一層的熱量 我就不會太想要了 它有都是那種套餐耶 它有一個寫 見人最愛多鮮高蛋白套餐 裡面有季節食粗 花椰菜 黑木耳 玉米筍 栗子 地瓜 都是菜耶 嫩油豆腐 乳蛋 雞肉片 熊貓豆腐 唉唷 這鍋感覺OK喔 價錢都是可接受放的 200塊以內的 好我就直接選這個 見人最愛多鮮高蛋白套餐 他們的湯頭的話這邊都要特別注意 像是什麼咖哩 韓式辛辣湯 臀骨這種湯有沒有 麻辣 這些都是要遞的 要特別小心 好我們定量點清湯 越單純的越好 像它的藥膳啊 蒜香都不錯 那藥膳要特別注意的是 你除非是腎臟病患者 不然都沒有關係 那麼TOP3的話 點雞肉片 雞肉片永遠都會比豬肉片的熱量 相對來講低一些些 豬肉的脂肪都是比較高的 牛肉就要看部位了 那牛肉怎麼樣都會比雞肉多 雞肉的脂肪安量是最低的 完美 我們再加點一個蛋白質類的東西 黑豆干吧 黑豆干是很棒的一個選擇 它是一個很棒的蛋白質來 我如果加了25塊的豆干就超過了 那我們就不要加吧 好 好了 就等著準備吃晚餐囉 我們先來去做運動 Let's go 湯 我的最後一餐 朝味覺滷味 它這個是見人在吃的高蛋白套餐 看一下這是藥上的湯底 那這個滷味呢 非常的清淡 那非常的適合我吃 那如果想要減脂的朋友們 記得像這樣的湯底就是OK的 你一看就知道 沒有很多的辣油 不會不OK 也沒有很濃郁的油脂 所以這個其實都很簡單 你看都是一些蔬菜 有一些雞蛋 那還有一些肉片 就是蛋白質跟蔬菜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 我看這一鍋好像目前沒有喔 減脂期間呢 其實吃乳味是超級適合的 因為其實乳味你可以自己客製化去選擇 你要的一個食材 只是湯底的部分 你要稍微去拿捏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辣油讓它額外加 而不是直接附在裡面 因為附在裡面 它就會整包滿地用下去 但如果我們自己用 吃我們可以佐量 對不對 再加以味道整體來看的話 它雖然沒有吃得非常進去 但是它有提供這樣的高蛋白產品 就是給一般減脂的人 所提供的一個食材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如果問我會不會再買一次呢 我會覺得要 因為它的價錢說不到平民 但是它的這個服務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有時候想吃蘆蚊 想要不要吃這個這麼重鹹 然後想要食材都會有一些你要的東西 實在是不好找 所以我覺得它還蠻OK的 好 吃完了 好 剩下一點點湯 那我就交給白白幫我處理了 那我來今天做個簡單的總結 今天一整天呢 我們是用500塊來去挑戰 三餐減脂該怎麼吃 那其實呢 大家會發現我一整天下來 沒有特別去算熱量 原因就在於說 我們防疫期間 好朋友都已經把自己給關在家裡 然後你還要去算那個熱量 搞得自己很痛苦 然後又點了外送去 所以很難去處理 所以我的結論呢就是 大家可以不用去算熱量 但是呢 要選擇原型的食物 以及比較好的食材的類型 就是你看我今天中午 我的便當有沒有 一樣是雞腿便當 但我不點炸的 我點滷雞腿 然後把雞皮去掉 那整體熱量 是不是可以下降的非常的多 那早餐呢 我選擇鮪魚蛋餅 那鮪魚是很好一個蛋白質 蛋餅皮 澱粉也是非常低 加的料是無糖豆漿 荷包蛋 以及皮蛋豆腐 然後或者是晚餐 我裡面想再加個油豆腐 但是 礙於預算問題 沒有辦法再往上加了 所以結論就是 我們在加熱量的同時 盡量多選擇蛋白質 還有相對來講 健康的食材 這樣對於我們維持體態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就算我們防疫期間在家裡有沒有 也不用擔心變胖 好不好 我們可以依照我們這些 準則的人去做挑選 看你是要Uber E的 負面的都好 如果可以的話呢 盡量來少叫外送 你看叫我三餐 它就超多塑膠袋啊 垃圾啊 其實還蠻不環保的 然後再來是現在一起期間 盡量都是自己的去煮 我覺得是比較好 大家可以趁這個機會 可以多練自己的廚藝 多吃一些圓形的食物 然後幫自己做一個 好的午餐或晚餐 給自己的一個家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給自己吃多好 我的朋友算一起 那一整天下來呢 我大概點的餐點也是這些 大家也可以介紹 去借鑒一下 如果你想要學習我的餐點的話 也歡迎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 還有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今天學到的東西 或者是加滿你想看的主題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現在到影片最後的QA時間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在底下留言 我跟企劃呢 都會把問題採選出來 來回答各位 今天是一週間 就挑戰式第一集 娜娜大師下面的留言 Yuki營養師您好 請教一下 斷食不會影響蒸雞 對嗎 關虎 因為我想要在蒸雞的同時 維持體態 但也有經驗的人跟我說 蒸雞就不要斷食 但是看你的影片 娜娜大師斷食 蒸雞卻成功了 感謝解剖 PS看到蒸雞食物那邊 笑出來了 蒸雞食物很重要 娜娜斷食的時候 不是要蒸雞 但是額外的一個Bonus 他不是為了蒸雞去做斷食的 那真的想要完美的去蒸雞 最好是不要做斷食 原因在於說 我們蛋白質最好攝取的方式 是少量多餐 那我們的碳水化物 最好攝取的方式 是在運動前後去吃 所以你需要把它拉成 少量多餐的方式去攝取 這樣斷食對你來講 就會很痛苦 因為你的目的是蒸雞 而不是堅持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